哈喽 大家好 我是琪琪 今天不玩史拉米 而是来玩 猪猪家的盲盒蚕丝棉花纱 那的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拆一趟 先拆一个棒棒糖吧 它里面是有很多小公仔的哦 看看我能猜出哪个公仔 谁反面可以猜猜它的颜色 大雷出一 那没想到 绿色的棒棒糖里面居然是蓝色的棉花纱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袋 不是哪个玩偶呢 我希望给我一个可可爱爱的 这真的是盲盒的呀 真的是 一层接一层 里面就是一个黄色的玩偶 慢回弹 捏着小草壳 捏着小草壳 好解呀 这个棉花纱也好解呀 里面还有哔哔哔哔的亮面效果 闪下里面卡夫兰大眼睛 小贝们你们猜到是蓝色的了吗 给你们拉一个蓝色云朵 捏起来也贼解呀 捏捏它就变成了一个石心的了 但是你轻轻一拉 又会千丝万缕的 哇 下雪咯 你见过蓝色的雪吗 蓝色的大雪也太梦幻了吧 国外棉花纱真的是太聚遇了 轻个花花 虽然没有声音 但是捏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第二款是变色波板糖 拆开它 哇 它里面也是绿色的 绿色的糖搭配黄色的棍子 还蛮好看的 打开你的脑壳 里面有三个小袋子 先看看第一个袋子里面是啥 是一块黄色的蚕食棉花纱 手感比之前蓝色的棉花纱要柔软很多 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再来猜第二份 还是黄色的棉花纱 但是比第一份颜色要浅一点 哇 我闻到了一股柠檬的香味 第三包也是最大的一包 里面会是什么颜色呢 居然是一款白色的棉花纱 这个才真的很像云朵哦 又像棉花又像云朵 我觉得这种棉花纱我可以玩一天 接下来按照提示 很大的棉花纱分为两半 先用白色跟黄色如何在一起 看看能混出什么颜色呢 我怎么感觉它还是会变成黄色 混着混着它就算变成了草绿色 这也太神奇了吧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白色跟浅黄色会混出什么颜色 这份泥混出来居然变成了蓝绿色 而且还有点发灰的感觉 这两个泥的颜色你更喜欢哪一份呢 第三款就是猪肉的泡果糖 它有四种颜色 而且还是四个口味的哦 你们猜里面会是什么口味的呢 打开泥 里面是两块蓝色的蚕丝棉花纱 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会不会也变色呢 废话不多说赶紧混合 哇这么大份好难拉呀 大份虽然玩着爽但是太难拉了 哇这个丝好美 下一场鹅毛大雪 哇 但是混来混去发现它并没有变色 难道它就是像一大坨泥吗 蓝色 这里面好像也没有蓝丝的泥啊 难道我开出了隐藏款啊 如果我开出了隐藏款 那我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 呸 带你们走入巨无把蚕丝洞 千丝万毒 哦 这样按它们也好治愈啊 呸 呸 它们的延展性也还很好哦 最后我们就要把这些泥全部混在一起 揉它 灭它 下海你们猜猜这些棉花纱 最后混出来会成什么颜色呢 这个抠在弹幕区 开始混合 那太累人了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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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混合的棉花纱蓝中带绿 绿中带蓝 你们颜色还是蛮小气馨的嘛 呸 呸 预起来特别蓬松 特别柔软 就像触摸天上的鱼朵一样 呸 呸 呸 下雪喽下雪喽 下海呢 你们猜对颜色了吗 我们来说这三款泥当中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变色棉花纱了 你们最喜欢注入的哪一款蚕丝棉花纱呢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哦 呸